我讲一下直臂下拉就那么对于直臂下拉就那么很多人的疑问是否在做的时候是趋宽还是前宽去做 那么其实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背阔肌起点端的一个稳定性 大家都知道我们背阔肌的起点在我们的脊柱掐骨提骨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起点端的稳定来说的话 因为这个在做的时候这个绳索有一个横向的这样一个拉铃 它会拽动你的身体往前走 所以说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中为什么感觉不好 说说感觉不好就是因为它的重心不稳定 所以说的话其实不论是挺宽坐 趋宽坐还是挺宽坐 其实在空间上你根本也没有办法稳定住你的这个起点端 因为我们自己抱紧自己无法稳定我们自身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说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个什么一个上街灯 那么在做的时候让我们的整个的屁股固定在上街灯 那么用我们的对我们的宽关节处用凳子做一个支撑 在空间上做一个支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背过肌的一个起点端 在空间位置上就被固定住了 所以说的话这个稳定性会有很多 所以说在做直律一下就会有很多的 OK 如果你在做的时候你的空间的稳定性不好 导致你的说的感觉受到影响 OK坐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也是保证一个 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趋区关有多收缩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的肌肉的起点端更加稳定 那么我们现在的收缩感觉会更加好 而且收缩的稳定性也大了加上 OK OK